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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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佛陀也 以一番之名为觉者 用意理来翻译 佛是觉悟的人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 佛明大觉 凡是没有到达大觉悟的众生 都要在便意生时 六道分段生时中 轮回不知 生老病时 忧愁悲伤 恩爱别离 苦海无边 就是因为不觉在生死中不能觉悟 不能觉悟的原因 有种种无知 称作无明 内心 自信无所明了 无所知的原因是 不知道 佛有万得万能 不知道佛有万得万能 不知学佛 努力的修行 而不学无知 不学佛法有种种无知 无明的缘故 对于可爱的境界 美妙的色身相畏处 生起爱着 我们的心啊 很容易啊 贪爱染拙 对于 违逆我的心意 可称的境界 则是 愤愤不平 非常的生气 不能觉悟自心 潜藏着 无明烦恼 恶习气 唐朝 争观年间的高僧 寒三子 这位寒三子啊 是文殊势力菩萨映化僧 喜好作诗哦 觉悟世间人 其中的一首诗啊 叫做忠言 忠孝仁爱的忠呢 言语的言 忠言 寒三出词语 词语无人信 乃至呢 顺情生喜悦 逆意多称恨 寒三呢 说出如此的言语 顺情生喜悦 逆意多称恨 不知不觉 一般在迷的众生 垂顺我的心情 就生起喜悦嘛 违逆我的心意 大多呢 生嗔恨心 这是不能自觉的平凡人 有喜悦心 有嗔恨心 通常说爱真啊 有贪爱心 有憎恨心 因为喜恨之心 爱嗔之心 掌养无名 烦恼恶习气 每天啊 掌养我们内心的 无名烦恼恶习气 就是愚痴啦 不明白事理 应当要自觉 改恶千善 寒三出词语 词语无人信 为什么呢 忠言逆耳呢 忠言逆耳 良要苦口 寒三说出 如此忠实归劝的话 站在佛法 自觉觉他的立场 说了很多的次数 可是没人信用 没有人信用 只要看看 木偶戏里的木头人 被人操纵的木傀儡 就会明白啊 被无名 及爱嗔 烦恼操纵 不能觉醒的人 究竟不会了解 我寒三子的 逆耳忠言啊 他忠就听不懂啊 图字弄了一场困顿 这是呢 不学佛法 在无名睡眠中 不知不觉的人 大字的论 卷七十 佛法者 佛名为绝 于一切无名睡眠中 最初觉故 名为绝 听闻不可思议的佛法 而能争议信根 增长我们的信心 是什么原因 佛叫做抉择 在一切的无名黑暗 睡眠中最初觉悟 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称作觉则 觉有三点的意义 第一 自觉 佛自己已经成就无上正觉 自己已经觉悟了 成就无上正觉 第二 既然自己已经觉悟 互能说法觉他 第三 觉行圆满 自觉 觉他的修行 已经到达最圆满 怎么最圆满啊 恶无不尽 善无不满 一切大大小小的恶业呢 包含恶习气 无不断尽 一切大大小小的善业呢 无不修习圆满 也就是呢 佛陀 胡会圆满 善能说法 救度一切 有情 共同成就 无上觉到 只要我们跟着佛陀来学习呢 就可以成就无上觉到 叫做呢 觉行圆满 这呢 如同 妙法莲花经 炫衣 方便品的祭送 摄立福当之 我本立誓愿 欲令一切众 如我等无益 如我习所愿 今者已满足 化一切众生 皆令入佛道 这一段经文呢 说明 觉行圆满 佛告摄立福 应当明白 我从原本 最初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立下三种誓愿 誓断一切恶 另进 第二 誓修一切善法 满足 第三 誓度一切众生 同成佛道 欲令一切有情重 如同我 成就无上正觉 平等无益 如同我 往昔 受菩萨界 所发的愿 愿一切众生 惜得成佛 现在呢 已经圆满 满足我的心愿 教化一切众生 在佛法中 修行 都使令 契路 成佛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受八观 灾界 也是发三种誓愿 跟佛陀一样 发这三种誓愿 这是第二章 讲论佛制的 一离 已经完毕 第三章 认识佛教的教 教 教者 身教 严教 两种 佛陀 觉者的教育 觉悟众生的教育 所众生教 而后严教 首先 首先注重 身教 所以我们呢 入了佛门 最初啊 就是要 受三规五戒 入门嘛 要 归佛 归法 归身 受此五戒 自己要先修 身教了 先用 身教 做 做好榜样 而后 以 语言 教化 佛 慈悲的教导 以 身教 做 世间的 好榜样 是从归佛 归法 归身 受此五戒 入门 持戒 修养 自身 身口 微移 清净 如法 是 深夜 教育的 优美 相貌 令大众 令众生 见到之后呢 就会升起 欢喜心 这个人 为一真好 如同 五婚律中 马胜 比丘 从佛 受学 最初呢 佛陀在 鹿野院 度五 比丘 马胜 比丘呢 是其中之一 马胜 比丘 他跟佛陀呢 他接受 佛的教导 方经 七日 才七天而有 佛陀亲自 教他呢 才经过七日 就具备了 慈戒的 威仪 不杀身 不偷盗 等等呢 乃至 行住 坐卧的 威仪 他都具备了 晨朝 左衣 齿波 入晨 起时 面容 合月 六根 急静 安定 衣服 齐整 他的衣服呢 穿着 穿得很整齐 四地 而行 走路的时候呢 看着 正前方 地上 七尺 不东张 西望呢 令当时 在 外道 出家的 舍利服呢 看到之后呢 升起 善心 这个人呢 着意 起疹 威仪 很庄严 他就 升起 善心了 对马圣 比丘呢 很有好感 这个人 很不错哦 此人 行路呢 威仪 详续 赞叹呢 未曾有也 我不曾 见过 这样的人啊 于是呢 于是呢 乃王 请问 卢师是谁 未说 何法 你的师长 是谁呀 为你说什么 法呢 马圣 比丘呢 答应 我年纪 幼稚 学习的 日子 不多呢 懂得很浅薄 难道能够宣讲 我本师释迦摩尼佛 亲自教授的广大法义吗 今当谓尼 略说法要 诸法从原生 亦从因原昧 我佛大三门 常作如是说 这一首 祭宋讲完之后呢 舍利弗 文以 心意 开悟 结了 世间 一切 有违法 生灭 无常的道理 证得法眼清净 出国虚头环 以此公案来说明 佛陀教育呢 身教为先 言教在后 我们看 马圣比丘 从住处呢 出门脱波 光是走路的威仪啊 就令 射利弗尊者 升起善心 身教为先 言教在后 射利弗尊者 前来请问 马圣比丘呢 为他宣说 这一首 祭宋 言教在后 佛陀是这样教的 先持戒修身 令见者 升起善心 产生好感 无有机嫌 无有机嫌毁谤 而后能接受佛法的教化 若佛弟子行住坐卧 语莫动静 不合乎律法 不注重持戒修身 招来什么呢 异论啊 激贤啊 则不能为世间 做大光明 他虽然是佛弟子 很殊胜哦 但是呢 不能为世间 做大光明 就不足以为世间 开导显示 清静高尚 唯妙的佛陀教法 因为众生 对你没有好感嘛 也不想听你讲什么法呢 以受持三规五戒 在家佛弟子来说 首先呢 守护威夷 住在人间基础的身教 不杀不道不血淫 口业不妄于 不两舌不恶口不其余 身口业清静 没有丑恶的行为 这个很重要哦 不能有丑恶的行为啦 心意不贪嗔痴 正信善恶因果报应 意义业清静 则是好模范 他的心意清静嘛 所以待人无恶之容 对待一切人呢 对待一切众生呢 没有恶劣的姿态容貌 柔和忍辱啦 懂得佛法嘛 要怎么修啊 他心里明白 这个很重要哦 无恶之容呢 而后在世间归恶劝善 施舍言语的教化 为人分别佛陀觉悟的真理 善恶罪乎 什么是善业 什么是罪业 什么是恶业 什么是福业 善恶罪乎 因缘果报 则容易信服 容易信服 令人心悦臣服 总而言之 佛生于人间 成长在人间 于人间修行成佛 所有的身教言教 就是对人的教育啦 对人的教育 人生才是修学佛道的法器 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教化 也是说呢 为人万物之灵 唯独人是万类生物中灵性最高的 在佛法中呢 唯独人 可以随佛出家 受比丘 比丘尼 聚如界 成为生宝 只有人到中山才可以 天啊 阿修罗 能变化的龙啊 都不行 只有人啊 能够学佛出家 受 聚如界 祝词佛法 成为三宝嘛 归佛 归法 归身耶 归三宝耶 成为三宝耶 所以他受词的比丘界啊 是很聚足的了 聚足种种为一 所以人啊 很可贵啦 只有人可以随佛出家 受聚如界 成为生宝 祝词佛法 做世间归一 做世间的归一处 归一三宝 然而呢 佛朵灭度已经两千多年 法师无情啊 也不能自说 所以佛法呢 是靠生宝来弘扬 生宝弘扬佛法呢 皆是以身教为先 先持戒修养至身 而后 勘扬弘扬佛法恶宝 以佛的言教 正法 开导世间 正见夜阴果报 破坏邪见 扫荡无明黑暗 这个很重要的 建立正见破坏邪见 扫荡内心的无明黑暗 每一个人 今世及后世 未来的吉凶霍乎 上升与沉沦 决定在自己 深口意 善恶的行为 这是佛法呢 佛法讲这个呢 讲我们每一个人 上升与沉沦 决定在自己 深口意 善恶的行为 牢记在心哦 你遇到顺境 逆境的时候呢 不能超越 佛法的诡则 不能超越哦 这个很重要 这种深口意 善恶的行为 主宰着自己 未来的命运 在佛教中呢 称之为业 作业的业呢 这个业呢 善业或者恶业 势力最大 善业 恶业的势力最大 我们通常对 地藏菩萨 本念经很熟嘛 业力甚大 能敌须弥 能深聚海 能脏胜道 事故众生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时 时候有报 先好受止 业力甚大 大致对论 卷无 荣树菩萨 解说 魔荷波罗波罗秘经 智慧的言论 波罗空性智慧的言论 解释呢 经文这么说 业力最为大 世界中无比 先是业自在 将人受苦报 这段文呢 很重要 生在人间 所有的人 不必讨论他 身份的贵贱 他是国王呢 他是呢 最下的企额呢 不必讨论 也不用讨论他的名位高低啊 他是董事长哦 总经理哦 他只是一名小小的员工而已啊 不必讨论这些 一致相同 自己身口意所做的善业恶业 势力最为强大 在一切的天世界 人世界 阿修罗的世界 畜生的世界 恶鬼的世界 地狱世界中 没得比啊 没得比 善恶业势力最为强大 在一切友情世界中 无与伦比 这呢 说明了 业力主宰着我们 每一个人 未来前途的光明与黑暗 就是业力在主宰啊 不要怀疑 你不用去问啊 好的学佛法 就是业力在主宰 没有其他的啦 关键 关键 决定在自己身口意行为 是善是恶 好的思维 这个道理 那我们呢 受持三规五戒 六灾日的八观灾戒 受菩萨戒的人 月六 年三月六 每年的三长灾月 每个月的六灾日 八观灾戒 好好的守持 好好的守持 关键在这里啊 做善是最吉祥 修持戒善业 是美德 有福德 你好持戒哦 这是美德嘛 就有福德 灵性提升啊 我们的心灵啊 灵性就提升了哦 因为薰习戒乏嘛 养成好的习性 作恶是 有凶灾 不吉利 有罪殃 灵性沉沦堕落 善恶业力最为强大 在一切友情世界善恶果报中 没得比啊 没有胜过业力的啦 先是业自在将人受果报 将呢带领的意思呢 先前过去是 身口意所作 善恶业 业力最大 所以他今生当国王嘛 怎么会当国王呢 那我 为什么不是我呢 因为他过去是善业强大嘛 有殊胜的福业啊 先前过去是 身口意所作 善恶业 业力最大 业力最大呢 就是得到大自在 今生身怀命中 强大的业力 带领着 人的神事 头生 三善道 三恶道 纳受苦乐果报 所以 佛教对人 建立的正见是 没有任何的神明 可以提拔我 登上天堂 天神嘛 高高在上啊 请你提拔我 提拔我上天堂啊 没有任何的神明 可以提拔你 登上天堂 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将我 推落地狱 你要将他 推落地狱吗 你生出这个恶心的时候 你自己要先堕落 一切为心嘛 你生起恶心啊 首先是堕落的因 先害到自己 完全没有利益 而且不可能推他堕落 不可能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可以将我 推落地狱 鬼道中 受苦 完全决定在 善恶业力 就在自己 身口意 过一三宝 受持五戒 八观灾戒 努力 守持境界 断恶修缮 利益众生 就可以主宰自己 光明的未来 决定自己 吉祥的命运 未来就是吉祥平安 得到善终 最基本的利益 得到善终 还没有提到信愿念佛 如果有信愿念佛 更殊胜了 或者你遇知实质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遇知实质 你就 事情就沐浴更衣 等待阿弥陀佛前来 这么殊胜 因此 修善的人 法尔受到 福德善业的庇佑 谁能够庇佑你 什么人能够庇佑你 福德善业 没有其他的 你不用求神明 神明也是很公正 他也是很公正 不受贿赂 所以 我们只要好好的持戒 修善 法尔受到福德善业的庇佑 而不必去求神问博 一般世间人喜欢问神 很喜欢问神 因为没有学佛法 只好问神 我听命于天神的指使 结果呢 也没有什么利益 说呢 这个王者 他想要吃肉 他想要吃 赶快去买肉来祭拜 祭拜王者 你看有这个事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不必求神问博 也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的指挥 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伙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 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大家都一样 第四章 人道是生存关键 这是基础的佛教 出生在人道 做人成功 建立人格 修身口意识善业 是上生三善道的枢牛 做人失败 丧失人格 造作生口意识恶罪 是沉沦三恶道的枢牛 都是比喻 做人是灵性生成重要的关键 就在人道 不是在其他地方 就在人间 正法念初经 卷四十四 观天品 这一段经文说得很明白 观察天世界 升天以后的世界 这一品说 诱惑夜分 夜历的夜 分别的分 诱惑其次 夜历的分明其限 夜有三种 身口意 身业 口业 意业 互有三种 善恶无忌 又有三种业 善业 恶业 无忌业 若人升天 不成不失 维持于界 得升天 在这段经文说的呢 是身口意 修善业的事例 又护业力的分别 经典中对于业力的分别 牵引受果报 若人命中升天 不成在人间修布施 他做人的时候呢 也没有修资生财物的布施 也不修 无畏布施 救护生命 也不修法布施 不成在人间修布施 唯独是 持身口意 食善界 得升天上 唯有一种 功德具足 五欲功德 列于于天 生于天世界中 唯独有一种 止恶修善的 持戒功德具足 而受用天上五欲 美妙的色身香味处 的功德下列 他受用的饭食 就比较差了 在天上受用的衣服 也比较差 列于其他的天众 世夜因缘 人圣天列 如是 如同这样 在人间 持戒的善业因缘 得升天上 就可以明白 人身殊胜 人的身体 很殊胜 天神之身下列 虽然天神之身 也是很庄严 但是呢 就这业力来说 天身比较下列 不如人身 世夜因缘 人圣天列 我们就可以明白 人身殊胜 天神身下列 这个人圣天列 人身的殊胜 如同 佛说天地八阳神作经 人之身心是佛法器 这一句啊 讲得很明白 每一个人的五蕴身心 是修行成佛之道的法器 成佛之道啊 要靠我们人身来修息 就在人间修啊 你不要等待哦 以后我生天再来修 或者我到哪里去再来修 很难 我都不是这样教的啦 在人间修 我们得到人生的时候修 而不是呢 天神之身 为什么啊 因为天堂是快乐的地方啊 享受福乐果报的地方 生到那里去啊 享受福乐果报 太快乐的 他不想修行 他不会想要修行 除了我们的伟头菩萨 伟头天将啊 还有四大天王之外啊 还有其他的天将啊 少数啦 其他的天众呢 被五欲所谜哦 不想修到 不可能修到 就像祺婆 祺婆是 在人间的时候呢 佛陀的弟子哦 贵一三宝的人哦 慕连尊者呢 到有弟子生病了啦 就到天上 刀立天了 要去请问祺婆 那祺婆在天上受乐啊 坐着天车哦 远远看到 慕连尊者来了 那天车啊 就一飞而过啦 只是招手 几个手啊 打个招呼而已 他也不下来顶礼啊 这个慕连尊者是阿罗花兰 他也不下来顶礼 太快乐啊 享福就忘了修道 所以天神之身啊 夏列啊 他是夜报殊胜啊 那夜报殊胜呢 是在人间修的 是在人间修的呢 不是其他的地方哦 在人间修的 而且呢 佛是在人间 以人生修成的 而非天生啊 在生死轮回的三界六道中 人 我们人啊 可以受持身口意十三界 得生天上 灵性上身天界 我们的灵性啊 就上身天界了 因为人在人间的时候 修十三叶嘛 灵性上身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人造身口意十二罪 则 则身怀命中 必定沉沉沉 灵性堕落 灵性堕落 所以了之 人生修成 是三界六道中 生成的重要关键 这观念要建立起来 人生是三界六道中 生成的重要关键 其他的地方都是夜暴地的 人中是夜地 果暴则是天 阿修罗 人或者呢 地狱 恶鬼畜生 人中是夜地 休息善业的地方 也是造作恶业的地方 其他的天阿修罗 地狱恶鬼畜生 他是受报的地方 果地啦 约三界六道来说 所以我们人啊 很殊胜 要建立呢 佛法中的证件 天神之身 最殊胜的哦 或者呢 恶鬼道之身啊 下类的地狱身 这是从人间 持戒而得道 或者呢 犯戒 作恶而堕落的 要珍惜了哦 善用人生 这是佛法中 开导的证件 如果没有学佛呢 就是呢 只有知道 我们有事情呢 就去问神吧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不晓得人生的殊胜啊 这个神啊 鬼神啊 他是受报的地方啊 他业因在人间啊 也不是修得很好 所以堕落鬼神身嘛 你去问神明 是我们没有 没有那种福德善业 可以来学佛 这很可惜啦 很可惜 所以善用人生啊 要好好的珍惜 人 是 生成的关键 所以好好修行啊 我们第四节啊 就讲这个 接着第五节之后呢 就等到下回了哈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 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 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寻衣的白狐 赵先生爷爷的百岁寿臣 很快就要到了 因此 赵先生夫妻俩 带着孩子阿良 一同回老家 参加爷爷的百岁寿宴 阿福 好久不见 你回来了呀 阿福 你们这是回来参加你爷爷的寿宴吗 是啊 我爷爷的百岁寿宴 怎么能不回来参加呢 可是你爷爷的寿宴 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爷爷百岁寿宴 要请的客人非常多 所以我们提前回来 来帮忙准备一下寿宴的 赵叔 你看 你儿子一家都回来参加寿宴了 阿福 你们回来的可真早呀 哈哈 阿良都长这么大了 好可爱呀 爷爷您好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好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的 对了 你们一直赶路也很累了 走走 我们快回家休息吧 爸 爷爷他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唉 别提了 他还是老样子 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疼痛 有时候 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呢 难道 就没有带爷爷去医院 进行彻底的全身健康检查吗 有 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呀 这就是我一直很挂心伤脑筋的 可不是吗 在我小时候 爷爷就经常会身体疼痛 可没想到 这个病竟然会折磨他那么久 唉 这个病 纠缠了爷爷那么久 爷爷他竟然还这么长寿 真是了不起呀 走 我们赶快先去看看爷爷吧 赵先生一家人 回到故乡后 便住在家里 空闲的一处老宅里 然而 接连几天 赵先生的妻子 却总感觉屋子里经常闪过一道白影 老公 最近这几天 我在屋子里经常能看到了一道白影 老公 这个屋子 不会是闹鬼吧 闹鬼 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是这几天太累了 所以才出现幻觉 明天 你就别忙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难道 真的是因为太累了 而产生的幻觉吗 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早早休息吧 后天就是爷爷的寿宴了 明天一大早 我还要去采购一些食物呢 嗯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啊 什么声音呢 老公 老公 你快醒醒 你看 那个白影又出现了 哎呀 竟然真的有一团白影 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公 你也看到了是吧 这几天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影 刚才 他还在说话呢 什么 他刚才还说话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老公 你看 他又说话了 他是一只白虎 哎呀 怎么回事 那只白虎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 白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总是一闪而过 讨要衣服的白虎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还是明天 问一问爸爸 或许 他会知道一些什么的 嗯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当天晚上 赵先生和妻子 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亮之后 赵先生便匆匆去找他的父亲 询问究竟 爸 我们住的那个老宅 原来是 做什么用的呀 原来 那里一直是你爷爷居住的房屋 后来你爷爷年纪大了 病情也重了 所以 就接到我们兄弟几个家里轮流住 呃 怎么了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呢 爸 那爷爷有没有说过曾经在那个屋子里 呃 见到过什么呢 没有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只白虎 而且他还在向我们讨要衣服 哈哈 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一只会说话的白虎 你不会还没睡醒吧 爸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也是 当初阿湘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亲眼所见我才相信的呀 好了 明天就是你爷爷的生日了 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 赶快去采购一些食物吧 啊 好吧 老公 怎么样 你从爸爸的嘴里有问出些什么吗 没有 他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 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是啊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又有谁会相信啊 老公 关于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只白虎出现在屋子里呢 你说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只白虎的亡魂啊 白虎的亡魂 你是说一只白虎的亡魂跑到那间老屋里讨要衣服 是的 那间屋子原本是我爷爷住的 你说那只白虎会不会是来找我爷爷的 是啊 有可能啊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是打过猎吗 这只白虎不会是被他打死的吧 哦 你说的有可能 我们去找爷爷问个究竟吧 嗯 爷爷一定会知道的 我们去问问他吧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二人来到了爷爷居住的屋子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杀过狐狸吗 有白色的狐狸 啊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呢 老公 看来我们猜对了 那只白虎果然和爷爷有关 怎么 你也知道那只白虎 爷爷 我这几天在屋子里经常看到一道白衣闪过 不过直到昨天晚上才看清那是一只白虎 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白虎 啊 你说那只白虎还会说话 那他说了什么 他一直说 还我衣服 还我衣服来 七十几年了 他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 七十几年了 爷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七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年轻的爷爷 在山林里 将捕兽网 铺在山林的地面上 然后 在上面 铺盖着树叶 这时候 村里一位老人 从这里走过 他看到年轻爷爷在那里 布置树叶时 愣了一下 小伙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 听说最近山林里有狐狸出没 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一个陷阱 希望能抓住他 听人家说 用狐狸皮做垫背 铺在床上睡觉 可是非常舒服的 啊 什么 你要抓狐狸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狐狸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伤害到他的性命 他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吗 既然都伤到了他的性命 那他还怎么跟着我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知的陷阱 竟然真的捕抓到了一只狐狸 而且还是一只白狐 天哪 竟然是一只白狐 我真是太幸运了 你在求我放掉你吗 别做梦了 我要用你的皮做垫背 年轻爷爷将捕兽网 连同里面的白狐一起 滚绑了起来 背在肩上 朝村子里走去 刚走出山林 他又遇到了村里那位老人 哎呀 小伙子 你这是抓到了一只白狐吗 是啊 这只狐狸的毛皮 实在是太漂亮 我要用它来做个垫背 年轻人 你不能这样做呀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狐狸都是有灵性的 尤其是白狐 我劝你还是将它放掉吧 放掉它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能抓到一只白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我放掉它 那更是不可能的 那只白狐最终还是被我宰杀了 然后将它的皮剥下来做了一个垫背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都已经过了七十几年了 那只白狐竟然还惦记着它的衣服 既然这样 那就还给它吧 爷爷 这么说那只白狐皮的垫背 现在还留着 是的 这些年我一直将它铺在床上 你们扶我起来 赵先生和妻子 急忙将爷爷 从床上扶了下来 爷爷伸手 将床下的那张白狐皮垫背 拎了出来 没错 我看到的那只白狐和这张毛皮 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说来 我们看到的那只白狐 一直在寻找爷爷您啊 唉 当初我捕抓杀害这只白狐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样做 会遭到白狐亡灵的报应 当时我还年轻 根本不相信这些 现在看来 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 会不会就是这只白狐带来的呢 爷爷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这皮肤发作起来 痛得就像挣扎刀割一般 现在想来那只白狐 不是就经历过这种痛苦 我的病原来是因果病啊 爷爷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那只白狐的衣服 还给他吧 或许这样 他就能原谅你了 是啊 你们去准备一些祭品来 我要亲自对自己犯下的错来忏悔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两人陪着爷爷 将这张白狐皮做成的垫背和一些祭品 一起在院子里焚烧了 对不起 白狐 当初我伤害了你 现在我向你认错道歉 之后我也会多行善放声护声 来偿还我之前的罪业 静儿将这些功德回向给你 求你原谅 不要再计较我之前的过错了 说完 他对着燃烧的白狐皮垫背 磕了个头 没多久 火渐渐熄灭 皮垫背也化成了灰烬 赵先生将爷爷扶了起来 爷爷 白狐的衣服我们还给他了 纠缠您多年的病一定也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 你看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平日里赵老爷总是痛得连床都下不来 今天他的气色可好多了 是啊 今天他看起来的确精神饱满 欢天喜地的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啊 要是皮肤痛的话 就和我们说一声 昨天晚上我梦到那只白狐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如此一来 我的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看 今天我的皮肤就连一次也没有痛过的